海贤法司光碟里头提到一桩事情 有一天老法司烧香 烧了十二支香 一个香炉里头 插着长香 插了十二支 有人问他 平常烧香只烧一支 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 他说天机不够泄露 问他的人说 我不泄露 你就告诉我一个人 我不泄露 过了一会儿老人说了 我看到四面八方 统统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少这么多香 为什么老和尚看到 四面八方都沙弥陀佛 老和尚念佛的功夫 准了 没有咋念了 才看到一切法 全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 一切法 妖魔鬼怪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 我们心里头 自私自利 坦诚之马 都是从念头 变现出来的 念头有极其危险的念头 那叫根本无面 我们不知道 那个念头 能生万法 那我们的 善悟邪正的念头 可以把自信所献的万物 把它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成十法界 要知道十法界是假的 决定没有 六道轮回不是人 是我们念头 变现出来的 善念变三善道 我念变三善道 三善道三善道 都是自作自受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 那别人都 让我生气 让我发脾气 我躲地狱去了 他害我了 不是 他来引诱你 他问你 你为什么接受我呢 你可以不接受我 像佛菩萨一样啊 佛菩萨不接受 佛菩萨看到 要引起自己烦恼 他一个 一举 对付他 就发现了 凡所有相 却是虚妄 不接受 啊 假的 善的境界不接受 不造三善道的业 我的事情不接受 不造我道的业 善我通通不造 他就出了六道轻达了 他就出了六道轮回了 啊 燃尽的分别都不造 他就出了六道轻达了 他就出了六道轻达了 回到一阵法界 祝法之本源是一阵法界 那我们今天是从一阵法界 用我们善悟的念头 变现出现前的境界 啊 或者还继续变现 来生的境界 后世的境界 三途六道 啊 善悟念头没有了 啊 善悟念头没有了 六道轮回没有了 燃尽念头没有了 舍法界也没有了 牢牢的记住 这个四世真相 啊 这要是不识 佛陀的慈悲 我们怎么会知道 啊 这是 这宇宙的奥秘 知道了要会用啊 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 你看 不用善悟 六道没有了 不用分别 不用燃尽 十八戒没有了 啊 让我们在这一圣诞中 回归自信 这样 回归一阵法界 祝佛如来的时报 专业度 啊 这个是 人人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真正的 其他的 全是假的 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 这个方法妙绝了 摄放一切祝福 成佛方法 第一奇妙的 第一奇妙的就是 彻底下 彻底放下 啊 正方向对人 对人 对人相处的 是 心觉迷人 是 摄装自己 那你自自然然会做到 这下 休息 是 天股之之 就会做到 一切的 这应该是 这一切的